默守成规絕對不會是一個出路 唯有創新的思維才可以將問題解決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綠色革命 的確是養活了全世界很多人 但也衍生了很多不同的後遺症 什麼東西是土壤環節、水污染、碳排放 全部都離齊 也令我們忘記了土壤 是我們星球的核心和靈魂 是幫助我們支撐、平衡我們的生活 儲存大器裏的碳 為生物提供家園、食物 更加重要的是 土壤是作物的消化器官 當消化器官有病 吸收不到營養 便百病重生 我們研發的阿產低碳農業 並不是要搞好上面看得到的作物 怎樣生長 而是要搞好它下面看不到的土壤 如果能夠有一個強勁的消化系統 那作物便會健康成長 這個就是我們教授和我上的有機的第一堂課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去研究 健康的土壤必須包含五大要素 第一就是水 第二就是空氣 第三就是NPK和抗物質的營養素 過往幾十年的農業發展 令到我們普遍以為 作物只需要淡輪格NPK 但是隨著科技的一路去研究發展 還有很多學術的論文 已經證實了營養素抗物質是大分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通過土壤的微生物 將它轉化 然後才成為作物可以吸收的營養 土壤微生物是一個龐大的地下社群 一刻土壤裏便有幾億到幾百億個微生物 所以在種植過程裏面 我們並非鼓勵作戰 我們是請了千千萬萬億的微生物 來做我們的工人 為我們的作物製造營養 但是你有沒有珍惜過 這幫千辛萬苦 熬熬熬熬熬為我們賺錢的合作可伴 你只是用些農藥來噴水它 又不給它食物 那你說這幫工人會不會反你呢 秦始皇其實很偉大的 用十年時間就一統天下 再實行一個全新的棍苑制度 統一貨幣、文治、盜量行、車軌、修令局、捉長城 先不要說做不做得到 每樣東西給你十年時間 你都要用七十年的時間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它只是用了十一、二年 就全部搞定了 那你說是不是厲害啊 但是為什麼它又會被戲曲佬寫成它 變成暴君呢 唯一失敗的 就是它以為自己大了 它不懂得印銀子來出糧 如果老公找到食 盲僵女會不會去山場 水遠走上京 哭哭哭哭 哭崩萬里長城 這麼簡單嗎 叫你哭崩它 你都死了 如果每個月坐在那裡 就已經自動轉帳 有水收到的 我得鬼閒你你 我不如跟隔壁的大媽 去唱卡拉OK好過 所以一指錯 就導致到 一死就馬上被人退回來 那你說慘不慘 土壤微生物的食物呢 就是有機質 現在除了有空審一下NPK之外 你有沒有放過有機物落田呢 天天幫你做工 飽飯都沒餐吃 不弄死你那棵作物 那個都不叫做微生物 土壤微生物的數量很大 而且種類繁多 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科學 只能夠分辨到5% 但是 其他95%的數量 你憑什麼說它行不行 教科書常常跟你說生物多樣性 不要以為你看得到 飛來飛去那些才叫做生物多樣性 好多樣東西 在地上裡面 你看不到的東西 都需要生物多樣性 歷史已經清楚告訴大家 好壞 不能夠單純用異言論來去分辨 今日的壞 可能隨時變成明天的好 所以亞燦低碳濃發 不是去選用單一的微生物 我們追求的是綜合性的微生物 令到它們環環相扣 為土壤製造營養 條坑渠堆滿垃圾 廢水等 你不掃它 就會吐菌出來 就會臭 當水流動的時候 就會產生能量 就叫做活水 但是讓靜子不動 它又會吐菌出來 然後又發臭 成為一潭死水 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生存條件 不同的環境 就會令到不同的生物壯大 當你環境做得不好的時間 有害的生物 便會獨大 互聯網是一個先進的科技 當能夠運用它快速學習 吸收到不同的知識 它就是一個好的工具 但是如果你任由它無序發展 充斥色情 暴力 假消息 它就是社會上一個大毒瘤 生物多樣性是正確的 但是絕對不能夠簡單這樣去講 應該叫做有序發展的生物多樣性 這個就是牙殘低碳濫發 一直去追求的平衡 我們的老祖宗一早就已經跟我們講了 當萬事萬物平衡的時候 就叫做太極 太極就會生兩義 兩義就會生四象 當太極不平衡的時間 就會黑咪蠻 寸草不生 什麼的壞事都會發生 所以平衡就是壓散低碳濫發的 中心思想理論基礎 平衡就會陰陽交融 知生萬物 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 有機農業的運作方法 不妨留意我們即將推出的 下燦低碳農業有機課程 你不用高深的學歷 我們會用輕鬆顯淺的方法 來跟大家分享到底怎樣 能夠做到一個有機的農場 下一集我們將會跟大家分享 水和空氣怎樣對作物的影響 記得訂閱燦神農場 我們分享一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們分享一下 我會想要一個 必定